今天也是张娇的大女儿张小妹妹是二岁的生日 班上的同学都希望她赶快回来 所以大家合录了一张生日快乐的CD 给在病床上的张小妹妹听 希望她身体赶快好起来 回来上课 今天张小妹妹长尾巴 却完全没有任何欢乐的气氛 你赶快回来 我这里可以每天陪我 让我一起写功课 好好多过每一天最快乐的时间 同伴同学于是合录了一张生日快乐CD 拜托老师送到医院 帮亲爱的同学加油打气 天真的歌声这时候听起来特别感人 祝你三十快乐 祝你三十快乐 校方说张小妹已经脱险 意识还算清楚 老师认为帮她复原的最好方式 就是同学们的加油打气 书桌更贴上满满祝福的纸条 导师号召全班学生每人录下打气话 以制成CD由校方送到医院给女童 让她反复倾听 希望张小妹能遵守诺言 讲好一起来上课 班上的老师 请班上的同学 然后唱歌 然后录下来 希望能够帮这个在加护病房的同学 能够加油打气 这起父亲毒害七小的事件 引起社会关注 包括儿福联盟也呼吁媒体自治 基于保护小朋友 校方今天特别低调 不希望受到任何打扰 明日新闻周炳玉桃园报导